大家好 我們是 鳳鑫群創 今天我們要來為各位解答一些 關於你們對群創的疑惑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回答一些問題 好 第一題 什麼是鳳鑫群創 呃 什麼是鳳鑫群創呢 我先 柯柯 你先講一下你覺得什麼是鳳鑫群創 鳳鑫群創就是 我們一群人 有興趣的一起在這邊做 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不乖客業的 然後做自己喜歡的比賽 然後照著自己興趣走 然後我們就組成了一個鳳鑫群創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很有歸屬感的團體 然後可以大家一起 就是半夜燒乾 然後就是 出去比賽的時候也可以見證到 就是大家團結之就是 努力的去把這件事情做到最好 儘管後來沒有 得到什麼事情 但是整個過程來說還是很充實 其實鳳鑫群創 我把它定義為一個非常很棒的一個團隊 就是我們十一群 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人 就是我可能今天想要拍影片 今天想要 比賽 我今天對於什麼事情充滿我的熱忱 充滿著那種對於未來的想像 那 為什麼不做 所以我 就做了 就這樣子 其實鳳鑫群創就是一個 讓你 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 做你愛做的事情 做你想做的事情 就這樣 不礙於課業 不礙於課業 因為課業是台灣 目前 你不喜歡 你喜歡 你就是要讀 你想 想跳舞 想表演 你還是要讀 因為社會比你讀 第二題 加入群創後 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或是一些事情 嗯 就先講 那個 我們第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個比賽 是 那個 生活科技的 學習競賽 然後 還有 暑假去的 台中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去 生活科技學習競賽 我們是去台北比的 那幾天就是 在台北前一天我們 在 在學校也忙到滿晚的 然後 也很緊張 因為隔天就要去比賽 然後 去比賽前一天 我們 在那邊 做一個東西 應該做到四點多吧 可是 雖然沒有成果 可是我覺得 還是有很大的說過 然後這一次去台中啊 我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至高可以玩的那麼厲害 然後 外面那個 國小的 就會寫程式 真的看不出來 我覺得 這兩個比賽 收穫了滿大的 就 其實我跟 哥會認識也是因為 第一個比賽 然後我們第一個比賽 要同一隊 然後 那個比賽真的很累 真的心很累 每次做一堆東西 就是 做完之後發現 啊不行 要打掉重練 可是今晚再怎麼累 最後 看到 才跟我在場上 就是 完成一些事情 還是會覺得 心很感動 然後再來是台中的比賽 台中的比賽 就是直接見證 被小學生海放 對啊 悲哀 悲哀 其實 要講我印象深刻的比賽 多得要命 所以 其實做一個總結 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其實說 我們每一次去比賽 每一次都是不一樣的回憶 可能是你今天去台北比了個賽 你做到半夜四天 你可能今天 去台中比了個賽 你出了什麼錢 忘記帶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今天 不管幹了什麼 你忘記做什麼事情 或是出乎你意料之間的事情 我覺得每一次比賽 都是你不一樣的經驗 不一樣的回憶 唯一之所以是回憶 就是因為它與眾不同 所以 我覺得在群床 我希望 真正讓你體會到的是 你分分秒秒 時時刻刻 都在宇宙不同 你時時刻刻 都在觸碰你的意料 時時刻刻 都在見證你自己的改變 然後讓你自己變得更好 讓你覺得你的未來更有希望 更美好 但是 在 那邊的回憶 不當然是比賽 還有跟我們團隊 團隊的合作 就是它的高中的回憶 對 其實 我們以往 在 高中時期啦 或者是你國中 國小的時候 你並不會知道 一個團隊是怎麼樣運作的 因為你永遠都在應付 我要做報告 我要應付 我要幹嘛 我要應付 可是當你真正 大家是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 然後一起努力 一起打拚 為了不能輸 為了要得獎而努力的時候 它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而且當你比完之後 那算革命心感 你跟你的隊友 那種感情 是用言語說不出來的 你會很愛你的隊友 很愛你的 他們就像你的家人一樣 你們可以一起去完成 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 甚至 你甚至覺得你們未來 可以做很多 你們意想不到的事情 包括現在 拍YouTube 這種事情 我們當初都是有想過 但是因為 我們一起完成了很多比賽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 我們就做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 TALK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 如果你喜歡我的明天的話 請按我們的訂閱 跟旁邊的小鈴鐺 那接下來 我們還有下一集的TALK 那也敬請期待囉 那 預線前創 衝滿希望 掰掰 掰掰 粉絲 背中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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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